把镜头带到瑞芳 瑞芳区四脚亭古炮台登山口的入口 因为道路狭小 汇车困难 假日一道 游客多道更是举步维艰 因此地方上就建议把道路进行拓宽 并且做回车弯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安全措施也能够一并来施作 让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安全更加分 四脚亭古炮台共有三条步道 通往其中一条步道的连外道路 就是由台62甲线进入 可以看到这条连外道路只有六米宽 虽然说可以汇车 但是到了上方根本没有回转空间 小行车还能勉强回转 但是冲行巴士就显得有些困难 就决定私有土地的作户篮 公有土地那边 尽量切差不多两米进去两米就够了 如果这样中型的巴士 按照里长的手机 就是说这样我就回车 在三号当天议员廖熊邀请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在交通局实际丈量的结果 除了道路外侧有高低落差 必须加装护栏之外 在上方平台处将会加以整理 以提供车子回转使用 另外道路侧沟也将加盖 让道路宽两米左右 以确保行车安全 然后这边能尽量消一下 让整个车辆比较好回转 所以这个沟会加盖 对 从那个总算处大概会加盖一下 然后做那个交通的交通杆 做过去这样围过来 让民众比较好去做一些开车的安全性提高 下面的停车场跟厕所 美丽化步道的问题 这个7月份 国立的7月份要一定发包 所以这个两个问题 我们上次来会看 至今天的会看都有成果出来 另外针对下方古炮台停车场和公测的问题 在议员的要求之下 观光旅游局将会在近期来发包改善 相信在这一连串的改善后 通往古炮台 不论是道路安全或是油气品质 都能加分 介纯威 瑞芳 采访报道